广东省法院趁部分地区出现楼市断供潮下发通知收集全省案例,广东省法院称部分地区出现楼市断供潮上周深圳法院的朋友告诉我,他们收到了广东省法院的一个信息。 通知今年以来,在中央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因素影响下,广东省部分地区出现楼市断供潮,对房地产市场和金融秩序造成较大影响。 根据省委要求,需收集全省法院审理的商品房买卖中设金融借贷案件情况,一、要求各个中院上罢断供案件详细情况。 但上周要准备去苏州调研没来的急写这是广东省法院通知中所指的部分地区出现楼市断供潮,不知道具体是指哪里。 深圳法院的人也说不清楚,不知是不是跟前段时间自媒体发表深圳断供潮的文章有关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文章,列出了淘宝网的一组数据,作为对比。 2016年10月共有法拍房源16套,2017年10月共有法拍房源160套,2018年最近一个月共有法拍房源356套,也就是说一年时间。 目前,法拍房数量积增至222.5%,虽然这篇文章,遭到了深圳媒体的普遍反击。 但我从深圳法院、律师和中介处了解到的信息,来看深圳2016年,利用高杠杆入厂炒房的投资客在20、17年银行收紧信贷后到今年10月历经两年的煎熬期,越来越扛不住了。 因此投资客资金出现,断略而选择断供的案例,确实是在逐渐增多。 二深圳法院的这位朋友告诉我,目前断供的数量还不算多,因为从断供到审判的执行程序比较长,所以反映出来的信息都有滞后性。 不过有法律人士说,银行的断供案件,一般会直接选择仲裁这样,处理起来速度很快由中级人民法院仲裁,但不需要法院审理,然后直接强制执行拍卖。 所以直接看淘宝网上法拍房的数量变化,反而是最能反映实情的。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深圳房地产专业律师张茂荣也告诉笔者,他昨天刚接到一个前来咨询的案例断供,是因为今年三月在深圳三价合一之前,业主做了高评高贷贷款比例,达到九成三价合一之后正常贷款的应该不会出现断供。 而另一位深圳房地产专业代理律师周征锋告诉笔者,断供案例从2016年104新政以后,就有了他去年今年都有代理今年增加更多,目前他手头还有几个这样的案子。 2016年新政后深圳房价保持平稳,特别是龙岗中心区和罗湖实际上并没有升值,当时如果做了高杠杆的投资客,现在就是亏周律师接触到的断供案例,也集中在罗湖和龙岗区。 上个月接了三个案件,其中一个是业主,已经断供了到还想继续卖。 马售人给了一大笔定金后,才发现业主的债权人已经去,法院把房子查封了没办法卖三。 根据周律师了解的情况,目前断供的案例,大都是在2016年,入场的业主省付款,也是从金融贷款公司借的钱。 当时只要你是借去买房金融公司,很乐意做首付贷,做了低首付甚至是零首付。 实际上他们连月工的钱也没有企图房子成交后,到银行做高频高贷通过信用贷,装修贷,二次抵押贷,把未来两年月工的钱贷出来,以贷养贷两年后再转手卖出去。 如果按照2016年之前,房价上涨的速度可以轻松赚一笔,显然超过辛苦上班的收入,如意算盘打得好带让投资客和金融公司都始料未及,的是银行在2017年开始收紧贷款,严格审核贷款流程和客户资质,严厉打击,消费贷款流入房地产市场。 投资客的月工资金开始出现断流政策收紧,后很多投资客房子卖了没钱赚,干脆就选择断供了反正首期款,也是借得自己没出多少钱,就等着银行起诉他吧。 周律师说金融贷款公司一开始还帮投资客电资还月工但,后来实在没办法也放弃了,只能起诉业主查封房产,因为首先要收回电资款。 目前断供的除了首付贷外,还有一种叫套路贷,但这种从一开始买卖,就是个圈套比如A跟B一起买套房。 房子写A名字首付300万贷出,400万由贷持人背债最后B跑路了房子卖掉也,不值400万怎么办A背负一身债务,要么继续还贷要么断供。 练家的置业顾问也告诉笔者这段时间,卖的房子出现了几单断供的,还有出现抵押较严重的情况。 房子都是业主在2016年买的赞助商。 练接赞助商,练接断供原因不外乎这几个。 房子卖不出去,合伙买房,高杠杆他说,练家的客户买房审核很严格,如果客户征信不好,或者是贷款过多,就不做这一类客户,所以练家的断供还不算多。 但是其他的中级公司,就相对比较多了似其实深圳的法拍房增长速度相对还算少的。 大家可以去淘宝网上,看看江苏和浙江的法拍房增速远比广东要多。 利用高杠杆投资炒房,那往往会在银行收紧贷款时期很受伤。 央行在中国金融稳定报告中,就谈到了短期消费贷款,为什么会在2017年异常增长? 除了一个原因是在整体利差处于低位的情况,下银行有动力投放收益更高的消费信贷。 另一个原因在于近年来购房开支,就增透,支了部分居民的消费能力,使其转向利用短期消费贷款维持消费水平。 最后,部分购房者利用消费贷等产品,规避首付笔的限制。 这一现象的出现部分原因在于2016年下半年以来,银行逐渐收紧房贷受信, 部分购房者利用短期消费贷款等渠道违规加杠杆,绕过首付笔利限制,从而可能导致大量短期消费贷。 快流入房地产市场,助长了房地产市场投机行为,房价过快上涨问题更为突出。 加杠杆时忘乎所以去杠杆时,就要伤筋动骨了。 uldade儿 签瑞 感谢观看